謝謝主席 有請吳部長 好 請吳部長 市委員好 部長武安 你好 首先 本席相當肯定教育部所提出的這一份 教育部的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 很務實地去檢討過去相關計畫的執行缺失 我想起本黨的同仁昨天在國防部 要求國防部提出一個失敗的報告 但是教育部這邊非常的務實 已經先提出這個舒適的檢討 但是呢 本席覺得如果要改善這些問題 這其實是考驗教育部的能力執行力 希望說不要提出一個非常漂亮的報告 但是呢 結果計畫執行的時候疏忽了一些細節 然後做不到位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們還是只能肯定教育部的檢討能力 今天本席就是要針對高等教育 區域創新整合的這個區塊 請教部長 到底我們要如何讓這個目標成為可能 教育部的報告內容有提到幾個問題 其中包括的就是第一個 教師為了求論文發表 於國際期刊研究主題以國外熱門議題為主 缺乏對國內主要議題之關注及回應 那這代表的就是說我們國內的學術過於追求國際化 就沒有辦法我們回應我們國內當地的需求解決我們社會的問題 更不要說我們善用在地的資源創造當地的工作機會 第二個在這個報告裡面也提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學校整體的願景特色欠缺清楚的戰略與方向 我想很多的大學一開始創立的時候都有提出他自己的 期待的未來的願景 但是到最後呢我相信很多的學校跟他剛出期待的願景是有一些的落差喔 那我覺得本席覺得就是說這整體來講這個草案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呢我再跟部長舉幾個例子喔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有發現幾個問題 比如說在我的家鄉的部落 當我的族人遇到了原住民土地相關爭議的時候 他跑去東華大學因為我的家鄉在花蓮 他跑去東華大學去敲門 可是呢東華大學沒有土地相關的專業 好那麼比如說像我們布農族的族人想要做小米文化的附贈 他的文史歌謠以及他的歷史傳說都做好了 但是他的田地的小米就沒有辦法長得好 那用傳統的釀造要釀造酒釀做一些小米的相關的一些食物也做不好 再去東華大學尋求幫忙 抱歉東華大學也沒有這個專業 那我們東華大學其實有聽到在地族人的心聲 所以希望我部長在推動這個高教藍圖進行區域創新轉型的時候 能夠支持也能夠鼓勵學校朝相關的農業的領域發展 並且去深化我們原住民各類專業的議題 以及跟南島語系這些國家的國際研究做連結 那這一方面呢就可以其實可以去回應 我們花東地區在地的需求 而且是可以和國際接軌 那實現報告裡面提到的 越在地越國際的目標 那請問部長你願意支持這樣子的 區域創新整合的政策方向嗎 當然這是我們這次的高教藍圖的一部分 那未來如果這個計畫執行的話 那個大學在提他們的計畫的同時 他們也可以提一些那個跨領域的學程 更能夠輔應那個當地的需要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也會鼓勵學校來做了 的確就是在教育部報告裡面 有提到這個計畫的未來的願景 就是我們去思考如何使這些研究能量 發揮更多的在地的關懷跟產業的影響 但是目前就是大學已經開始重新 專業領域跟協助周邊環境 學校及產業的發展 而未來也要更強化這個部分 我在這裡有看到 不過請問部長要如何做到 我們希望在未來大學再提 這個它的校務發展計畫的時候 每一個學校可以針對它的特色來提 那有一些學校 譬如說像您提的東華 或者是台東大學 我們都鼓勵他們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提計畫 換句話說他們未來提出的計畫就是 他們不管他們的學術研究 或者是課程 都能夠跟在地有更高的結合 那他們的計畫如果是這樣提的話 教育部就給予比較大的支持 所以教育部一開始還沒有去想到 就是說你在想實際大學 在面臨要發展在地化 或是要連結區域的特色的時候 解決地方的需求的時候 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嗎 其實小規模的實驗計畫 目前都有在進行了 不管是科技部 科技部有一個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計畫 他們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去年度有一個特色大學計畫 也是補助了八所還是十所 都是區域型的這些大學 他們其實去年度就已經開始啟動 不過本席在這裡想要提出真正現實 所面臨的問題 我舉幾個例子給你聽 就譬如說我舉例來說 假設部長還是在學校任教 你在東華大學任教 那校長就對你說 吳教授你能不能去不要交管理了 因為就請你來負責原住民 微型的農 微型農的企業經營 或者是說吳教授 你來開一個原住民保留地特論 能不能麻煩你備下課 然後開課 那反正這個部分只要是 不管是原住民文化的相關農業 或是小農 或是微型農 只要裡面跟管理有關 就叫你去開課 請問一下部長你願意嗎 我想當然如果那個領域 可以有相接性的話 我們當然我覺得老師可以去嘗試了 但如果差太遠 當然是可能沒有辦法 像微型企業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若念管理 我在想說 其實一個學校真正最重要的 它的體質素質好不好 一定是在師資的專員 是 了解 所以其實也希望就是部長這邊 能夠注意到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跟原住民 跟原鄉接近的大學 都不是有錢的頂大 然後你要他們轉型在地化 這個方向我覺得很正確 然後也覺得非常支持 但是魔鬼都是藏在細節裡 比如說這些學校的財務狀況 本身就不好 創新的課程所需要的師資 所根本就沒有錢去聘 那既有的老師又不可能 就是說就像部長這樣子 你本來是學管理的 逼迫你們去重新去中年轉型轉業 那這個是現實的問題嗎 那如果說高教藍圖計畫 給各校的補助沒有配套 給額外的預算 外加教師的員額 根本就是你補助了這個錢 既有的就讓既有的教師去執行掉 表面上我們有開了很多的課 可是實質上體質沒有改變 那一個大學它真正的素質 剛剛有提到就是在師資專業 在大學自主原則與財務的現實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外加員額 沒有外加資源 是不可能改變的 部長你認不認同 我了解委員關心的 就是說資源的分配 我們當未來希望稍微更加適度平衡 那你現在關鍵的是教師的員額 那員額當然涉及問題比較大 不過我相信每一個學校 它如果有提出新的計畫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可以再一起來檢討這件事情 那部長你認不認為 這是現在我所提到的就是 這些需要做在地化 轉型化的這些學校所面臨的問題嗎 可能會有一部分這樣的問題 其實這個不管是在花蓮跟台東 這都是現實上所遇到的問題 就是沒有錢 那所以希望部長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還有第二個細節 就是大學的轉型方向不管是在地化 特別也是在地化的問題 就是在地化區域化的部分 也有公開的討論 我希望就是說在未來推出這個方案的時候 能夠去制度化 真正的不管跟社區發展協會 不管跟漁業農業都有個相關的討論 最後一個就是原住民族的高等教育 教育部必須在高教藍圖中提出重點的 學校級發展的重點 不能就是任由大學利用資源的方式去搶大筆 上一次有提到的原住民專班 就是這樣的問題 那同時也希望就是說 這些有關原住民的高等教育的重點大學 不要只是把這些重點放在某一個框架 就是某一個原住民學院 或是某一個特定的原住民中心 而是要跟其他的院所的專業去做結合 此外就是本席也希望說能夠要求 就是針對族群的部分能夠增設系所 比如說之前有提到的悲難學 那我們有沒有悲難系所 阿美學 阿美系所 排灣學 排灣系所 這樣相關的 那現在以上的這幾點 希望就是部長能夠具體納入 高校藍圖計畫的實施作業內容之中 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您所提到這幾點意見 我們會在未來有細部計畫的時候 都把它納入來討論 我希望就是未來能夠具體的成效 能夠像這本書 這本計畫專案報告裡面提到的 矽谷與史丹佛大學之間的關聯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搞入委員 接下來請陳婷菲委員發言 我也沒有說 we have please